足球比赛 今天的天气很好 阳光明媚 足球场上小熊队和小虎队 在进行着一场激烈的足球比赛 他们两个队实力都很强 而且 哪个队都不想输 所以小动物们都踢得很认真 双方你来我往 比赛非常好看 上半场的时候 小熊队的主力小熊憨憨 踢进了一个球 小虎队也不甘示弱 过了没多久 小虎队的跳跳虎也踢进了一个球 看到这么精彩的比赛 全场的观众都激动的欢呼起来 踢着踢着 比赛还有两分钟就结束了 两个队的比赛 两个队的比分还是一比一平 观众们看得紧张极了 到底谁能赢得这场比赛的胜利呢 如果踢平了 如果踢平了就得点球决出胜负了 那才精彩的 可是 意外发生了 小虎队的后卫 在一次防守中 磕破了膝盖 皮都蹭破了 流了很多血 他疼得不行了 抱着膝盖 在地上打滚 小虎队的队员们看到之后 都不踢球了 全都围了过来 看看他究竟怎么样了 而这时候 球还在小熊队的一名球员的脚下 因为小虎队的队友们 都围在受伤的队员那里 没有人注意到小熊队的人 现在 只要他轻轻的一踢 皮球就会踢进小虎队的球门 小熊队就可以取得胜利了 这时候 观众席上的观众都安静下来 全场鸦雀无声 因为 大家都很紧张地猜测 小熊队的球员 会不会趁现在把球踢进门 小熊队的队员也在犹豫着 可是 小熊队的这名球员没有踢球 他把球抱了起来 然后 也过去 而为那名受伤的球员 小熊队其他的队员也都跑过去 看看受伤的队员到底是什么情况 一会儿 比赛就结束了 熊猫裁判 决定不再点球分胜负了 因此 比分就定格在了 一比一 不过 全场的观众 把最热烈的掌声 献给了小熊队 熊猫裁判 把一个特别的奖杯 送给了小熊队的那名球员 小熊队和小虎队 虽然都没有赢得比赛的胜利 但是 他们收获了更重要的东西 友谊